由第三市多杰羌佛文化艺术馆主办的洛杉矶长青画家艺术作品展近日隆重开幕 来自多个城市、主流社区和华裔社区的老画家们将他们一生丰富的经验与阅历、画作彩笔 勾勒出了他们对人类、对世界的期望与理想,展现了长者们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 此次画展参展作品共计60多幅 参展的画家来自帕沙迪那市老人中心、拉文市水彩绘画班 圣安东尼奥山岗学院老年成人学校、帕拉蒙纳斯艺术团队 亚凯迪亚社区中心及核桃市松柏艺术协会等城市老人中心和艺术机构 第22选期参议员Susan Rabios办公室代表奥多·Ramirez先生 核桃市议员伍利伦博士、南加州大学老年学院副教授乔治·山农博士等 参加了当天的开幕活动并致辞 Susan Rabios参议员办公室和核桃市议员伍利伦博士 分别颁发了奖状给第三世多节枪佛文化艺术馆 与会致辞嘉宾们盛赞第三世多节枪佛文化艺术馆 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不但丰富了社区文化生活 并为民众带来了中华文化艺术和长者们的艺术风采 洛杉矶长青画家艺术作品展 为七三周将于2019年2月16日闭幕 欢迎各界人士参观 今天很荣幸来参加这个画展 这个画跟艺术还有这个文化 对我们人类来讲 在人类的历史上面 只有这些画跟艺术会留在青史上面 所以对我们的人类的发展 还有我们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尤其是senior年长者 他们在做这个画 还有艺术的工作 对他们的生活 以及未来往后的这些思考跟思想 还有人类的这个development发展 是非常重要 所以很荣幸 今天我有幸来参加这个活动 也来推广这个活动 城市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